轉個彎直衝進派出所車速相當快 直搬台的員警毫無防備 完全來不及反應 駕駛似乎早有預謀 明明看到人竟然完全沒有煞車 油門踩到底用力衝撞上去 換個角度畫面相當驚悚 只有3秒的時間門直接被撞破 直搬台瞬間粉碎 直到撞到牆面才停下 兩名員警惨遭波及 沒多久駕駛打赤膊 汽車逃逸 從大門口往暖暖車站方向跑 最後落在軌道上 遭火車撞上 當場死亡 只是在這之前 他還擦撞一名騎士 他在路邊已經撞到東西了 然後想要 你知道他居然是回來了嗎 結果就走到了 女騎士原本要報案 跑到派出所 結果發現基隆第三分局 八堵派出所也被撞得一片狼藉 2月29號晚上10點 嫌犯偷了一輛白色貨車後 接連涉案 當時蘇姓原警就在直奔臺裡面辦公 而直奔臺就在派出所的正中央 女警則是在綠色牌子 作業區的沙發 避掉了最直接的衝擊 而當時還有一名原警和三名民眾 就在辦公室裡頭處理案件 逃過一劫 我在辦公室跟民眾調解糾紛 就聽到我碰一聲 24歲原警蘇宇宏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不治 同樣24歲的廖姓女原警 則是擦促傷沒有答案 發生這種事情真的很遺憾 他那個也是在直奔臺 真的很認真的工作 只是他就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真的也很難過 字字句句 透露不捨 所長眼眶泛紅 哽咽落淚 派出所暫時無法運作 民眾只能先前往暖暖派出所洽工 後續還要搜證 查明清楚 還給家屬一個交代 TVS新聞 劉欣奎 黃靖國 將於蔓延身份 基隆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